罗广斌 1948年 他被国民党逮捕 关押在渣子洞 1949年他成功越狱了 他就是小说红颜的 红颜的作者之一 罗广斌 两个人写的 是吧 罗广斌其中之一 他在渣子洞 忍受了400多天 最后坚持到成功越狱 而他在文革 只坚持了6天 1967年 红卫兵将他带走 并关押在大平 大平 马家铺 后勤工程学院 6天后 由于不堪忍受酷刑折磨 跳楼自杀 他这写的叫大平加马铺 我认为叫大平的 马家铺 北京也有马家铺 他这文字有错误啊 这表述的肯定有问题 北京丰台也有马家铺 脚门 马家铺 是吧 木须园 大红门啊 是吧 你看国民党那400多天 啥事没有 是吧 你看那江姐 是吧 还在狱中 什么绣红旗生孩子 是吧 然后还让那个什么 叫什么呢 那哥们 是吧 装疯子 还去买菜 跟着那个 那个国民党的特务 中美合作所 我去过那里边啊 是吧 那里边没什么问题 扎子洞白宫馆相当的人道 是吧 中美合作所 也不是一个专门 什么针对共产党的 那个是抗战期间 为了搜集 这个日军的情报 是美国海军的情报部门 出面和军统搞起来的 而且在参观 扎子洞白宫馆的时候 我是2010年吧 在那个重庆瓷器口那边 参观的时候 我看到了有共产党员 在狱中给上级党组织写的信 你可以说是建议 也可以说是抗议 也可以说是 反正不好说 检举 那里边写了大概有十条左右 其中有一条叫做 这个要杜绝或者防止 或者预防领导干部的腐败 当时那是四几年 共产党还没掌权 共产党还是造反阶段 非法阶段 地下阶段 就出现了领导干部的腐败 所以共产党从根上 有的人说 毛主席那会儿不腐败 谁说的 谁说的 一直就腐败 一直就是等级制 高低贵贱 长幼尊卑 远近亲疏 团团活活 生殖器关系 裙带关系 一直如此 所以那个我都拍了照片了 可惜 为了捍卫我的言论自由 是吧 我说了五个字 我说军队国家化 所以我写了 我是从2008年4月5号 清明节开始写的博客 新浪博客 到2016年的12月份 就把我给封了 写了八年零八个月 把我的八年多的人生 整个我的人生经历 连那些文章带照片 所有的所有的 我跟家里边人的聚会 跟朋友 跟客户 全国旅游 包括出国旅游 所有的照片 全部给我毁掉了 去韩国 去台湾 去欧洲 去云南 去四川 去青海 去宁夏 哎呀 全部全部都没有了 所以非常的可恶啊 中国这种言论的管制 再说到这个啊 你看他说的是 给关押到后勤工程学院 后勤工程学院是军队的 是解放军的 当然解放军解放谁了 解放了这些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了 红色权贵 红二代 红三代 他们都发了大财了 人民群众水深火热了 所以解放军这个词本身就 对吧 非常的 这个完全和事实不符 这个叫后宫 后勤工程学院 这个学院我有熟人 啊 我的小学同班同学 他爸爸就是这儿的院长 当年我这个同班同学高考的时候 根本就没考上 那个成绩就不行 录取线都没到 但是他爸就是后宫的院长 这一句话 他就去了后宫了 去了后宫毕业之后 人家哎 就留校了 因为他爸在那当院长啊 留校了 留校当研究生队的队长 后来混来混去 混了一个中校啊 副团级 后来不想在军队混了 哎 去了重庆一个国企啊 汉落保收啊 那个单位我就不说了 是吧 那是我同学吗 到那儿当了一个纪委书记 是吧 他来北京 我们同学还聚会 是吧 我们就称他为某书记 是吧 捧着呀 是吧 高兴啊 共产党的官啊 是不是 哎 全国人民都得点头哈腰啊 扶手贴耳啊 第三下四啊 是吧 要么人 要么滚啊